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近日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价值约2.28亿美元的军售项目 民进党当局称这有助于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及不对称战力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赖清德当局不断穷兵独武 练兵被毒 必将自取灭亡 陈兵华表示 美方一而再 再而三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原则 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乱源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妄图以武谋独 以武巨统 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不断向外部势力献媚求援 不断穷兵独武 练兵被毒 广大台湾同胞 要认清赖清德当局名为护台实质害台的本质 认清台独必然引战的危险 坚决反对 制止其所作所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